这是昨晚跨幅擂台最精彩的一场暴力对决 双方全场都在点杀 跟慈航 全场从开始至结束 双方放弃防守 开足火力全力冲刺 这回合直接小死亡挂我 封我 点杀我 大家好 我是那个 站在金字塔顶尖的蓝蓝 我要把所有梦幻稀有 69级全部打败 对面是 150级无级别队伍 身上全部都是无级别 医生疑似向我下起了战说 我不得不解 对方第一回合直接请一山地点杀我 小死亡我 但是咱们还是失血状态 这一回合没有被点杀致死 昨天有个粉丝实信我 医生疑似代表队申请出战 想要挑战那个站在心志塔顶尖的蓝蓝 上来骑走直接小死亡点杀 对方兄弟们全身都是挂我 上来直接洗的地府 再加大塔的点杀阵狼 想要将我们新区三个月 可能欺负我是新区 想要将我打倒 然后又是很少前决 兄弟们 这一波很少前决 又将我打至失血 咱们这边没有封住对方的魔王 这一 咱们会不会倒地 会不会被魔王摁倒 对方三合有报 两下 还有失血再三合有报 我靠 直接将我带走 这一回合 首回合我们直接被点杀倒地 该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 但是对方起了罗汉竞争 看我们点杀到底有多强 多汉原 率先秒过去2300多 再加怕 300多 对方起了罗汉 很可惜 本来能打5000多 再加方春山 直接打出800多的精力输出 很可惜 没有秒杀倒地 这是一场决定500个牌子的归属前 所以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上一回合我们没有将方春山点倒地 这一回合咱们直接笑里长刀 普多防止他们罗汉竞争 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点杀时候了 对方地府阵容 大肠阵容 点杀非常的强 但是咱们这边东海员再配合方春山 点杀能力也特别的强 这可惜了 兄弟们 看好东海员 秒过去 直接4900多将其击倒地 海归发射 打出500多的输出 还有魔方寸 2300多直接暴击 对方尖到四方 直接挂毒 咱们这一回合非常成功 效力掉对方普多的罗汉竞争 成功将对方的一速点杀致死 现在对方全掌背负 咱们继续点杀普多 直接打出4800多的输出 这个时候再加海归发射 又打出 将他把波打倒地 再加上方寸的无雷热 咔 兄弟们 现在对方非常的难受 再加咔 秒过去 秒五 直接倒地两个 现在对方 马上要磁行了 兄弟们 对方非常的牛逼 150级无级别也就算了 还有磁行普多 而且对方速度居然比我女儿村还快 拉起来喝酒 这个时候他是方寸山是全场一速 喝了酒 立马磁行普多 拉起来 想要反败为战 果然 还是非常的强 还好咱们这边预判封 封住了对方的大堂 现在我徒弟挂中了大死亡 中了大死亡 如果这一回合 对方大堂扫出来 很可能将我徒弟直接摁倒 对方是大死亡 再加小死亡 再加大堂的点杀套路 然后一速又能止航 所以说这一场战斗 我们没有绝对的防守 只有进攻 双方都在点杀 都在进攻 现在对方被喝了酒 啪 秒过去300多 咱们这边冠军套魔防寸 再加冠军套东海远 将输出 拉致全满 现在对方毫无还手之地 直接宝宝骑藤云驾悟 这个应该是 想要普陀 都要跟我抢速度 东海远秒过去 直接打出一波6000多的输出 再加海归发射 没有倒地 很难受 再加方春山 啪 秒过去3000多 还坚持度 兄弟们 对方全身无级别 159 啪 秒过去 兄弟们 这个时候对方只剩下一个单位 你以为我赢了吗 没那么简单 对方又是归宿拉起来 持行不断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对方这个亏速太亏了 这个时候 他必定是持行不断了 现在又进入喝酒的状态 他是一速 咱们控制不了他持行不断 所以说没办法 这一回合 但是他的队友不妙 现在队友两个被封 全身中毒 这个时候 咱们不怕他持行不断 我们已经用一条命 打了他 这个是第二条命的 对方小死亡 这家大党宽复 150级无级别 生代500个牌子 想要发几条弹 想要打败我 站在京都上 里面再来 但是很可惜 这个时候 他们继续持上普度 还有一战之地 咱们继续封 这个时候 对方一个被喝酒的状态 三个被封 场上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他们继续挂小死亡 但是没有挂照 很可惜 这个时候 他们还在 看来这回合 想要 果然没错 挂小死亡 再配合大团官府 150级无级别 点杀 这个时候 将我徒弟 直接打至死犬 我们保护的人 都要快没血了 哇靠 这大党果然牛逼 咱们直接封 小死亡挂 没有挂照 咱们起心力激发 然后 开架魔方阵 啪 直接 摁倒一个 这个时候 对方全部被封 而且身上中毒 这个时候 他们又拉出规束 想要靠 此行的战术 打赢我们 想要从我身上 拿走那个郎伯万 想要 但是不可能 兄弟们 咱们 新区 开区三个月 已经到这么强的地步了 150级无级别 各种持杭 什么套路 全部被我们吊打 兄弟们 这就是那个八星低煞吗 对方 打六星低煞 是随便打 但是面对八星低煞 将变得毫无还手之地 咱们继续催眠 他亏速 这个时候防止他们持杭 小死亡 没有挂照 直接先力激发 这个时候 挖之音 秒出去 看一下地步能够拿得住 七千多 你咱们扛得住 兄弟们 六千 六十九级 关心到 秒出七千多的速度 150级无级别 你也扛不住 兄弟们 咱们 跨幅内坛 就是一把无敌 对方现在被我们打得毫无 反手之地 咱们这边 状态非常的好 对方又拉起来 又想持杭普度 这个时候 没办法 咱们阻止不了他的持杭普度 这个已经是他们的第三条命了 三次十行不多 咱们这边又卡树风 没有卡树 对方拉出一字 顺机吗 我靠 想要直接带走我们的能耀兰 这个顺机伤害也非常的高 咱们近回来 现在轻止不了他们的归宿 他们的归宿应该是有静台妙体 而且是玄奈家电的 咱们这个归宿不好牵 咱们继续 现在只能打他们的药片 直接五千八度输出 还没有秒到地 啪 直接两千六 直接双杀 兄弟们 咱们这个点杀 还是非常的强的 咱们这边封也封得特别的转 现在对方单位 基本上被封 现在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这个时候 他们又是一波很早前军 又是一波点杀 他们地府 将大唐人的很早前军 很显然 低估我们了 再加上持航普渡的套路 确实牛逼 咱们这边 我靠 终于挂中了大死亡 这个时候 我叫你持航普渡 你还有机会持航普渡吗 一直持航普渡 啪 三千多三千多 直接打出将近七千的输出 再给我持航 对方现在毫无还手之力 咱们这边 疯狂的输出 五百个牌子 马上要到我袋子里面了吗 兄弟们 这个时候 对方中了大死亡 在等待大死亡的结束 对方又拿出一个龟宿 叫做龟奥 龟宿特别的多 再加上持航普渡 再加上小死亡 再加上大场官府 一百五十五级级别 一百五十五级别 果然确实牛逼 咱们这边直接卡出风 这个时候 对方没有药皮 解风也解不了 咱们起个光辉指甲 现在我们双方打得非常的翘着 吃心服 现在对方全部被封 逃无数数环境 这就是 男伯万 兄弟们 啪 秒过去 倒地 一千多 再加利皮化山 啪 七百多 再加啪 哇 靠 兄弟们 这个时候 双方 最后面 全部被封了 对方也没有什么机会了 也没有药品了 主要是 最后面 显胜 显胜 五百个牌子 一百五十级物级别 也不过如此 一生一世代表队 已经被我们打败了 兄弟们 现在团团圆圆 一生一世 一决风云 三个代表队 已经全部败于 我郎伯万的死 之手 69级 还有谁不服我 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